2023年到一半 每年都差不多由新款电视机上场的时间 今年PCM收到第一部新的电视机做开箱测试 没错,就是我身后这部Samsung旗舰8K电视机 Neo QLED 8K QN-900C 究竟这部电视机比上一年的型号有什么改进呢? 升华表现又是怎样呢? 看下去就知道了 今年Samsung电视机系列 是沿用了过去几年的型号编制 当中最尾的C字就是代表2023年的型号 如果大家打算买Samsung电视机的话 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说回这部8K的电视 其实过去几年都有几个不同的品牌推出8K电视 不过可以坚持每年有进步 就不是每个品牌都做得到 Samsung在8K电视开发就相当之积极 今年除了有这部QN-900C之外 另外也会有一部QN-800C 两者最主要分别 其实是针对8K画面升频的影像处理器的级数 以及内置环回音效的效果也会有分别 当然要完全发挥8K画面的优势 这部QN-900C就会首选 每选择8K电视的消费者 都相当着重画面的解像度和细节 就算市场上大部份的影音信源都是4K解像度 其实用8K电视就可以将4K信源升频到8K 令画面看来更紮实和精细 而升频出来的质素就取决于8K影像处理器的表现 Samsung QN-900C今次强调就是8K画面升频效果的改进 使用Quantum AI量子神经网络处器8K 透过多达64个神经网络建构的数据 将画面每个细节都可以提升到8K的解像度 当中Auto Remastering 自动HDR影像重塑技术功能 就可以将标准动态范围的画面 逐格提升到高动态范围的效果 8K电视本身对画面的亮度和对比度 都比4K电视有更高水准的要求 QN-900C采用量子矩阵技术Pro Mini LED背光有14bit层级控制 画面光暗对比层次比其他电视更丰富 据厂方的数据显示QN-900C的峰值亮度高达4000Nits 播放画面的HDR效果比以往的机重更加强烈 至于机身内观方面 QN-900C采用了Infinity-1设计 无论超薄边框、超薄外形 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 这一代电视都可以在机顶加装Samsung Slim Fit镜头 或者配合自动手机镜头 利用大电视画面去进行Google Duo的视像通话 又或者上Microsoft 365使用云端办公室软件 做到娱乐之余工作也方便 亦可以做到Home Office的效果 除了画面之外 今次QN-900C另一个改造的地方 就是声音部分 加入Dolby Atmos解码和播放支援 配合Samsung Object Checking Sound Pro 主体追踪环回音效 声音可以透过电视内置的6.2.4扬声器单元 大家便可以享受到环回立体声的效果 今次QN-900C的音效输出亦提升到90W 其实单靠电视机内置的扬声器 已经有相当不错的声音效 当然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升级音效体验 其实可以配合Samsung Soundbar 利用QSymphony 3.0的功能 结合电视喇叭一同去用 音场特别是人物的对白声 就可以更加与画面融为一体 讲完声画表现 都要讲一讲QN-900C的游戏模式 始终游戏支援都是近年电视机主打之一 新一代的电视机对游戏支援能力 与电竞显示器绝对可以一比 QN-900C的HDMI 2.1接驳 和上一代一样,4个HDMI都是2.1的标准 大家可以同时连接多部HDMI 2.1规格的游戏机 或者电脑 不需要每次转换插线 QN-900C同样采用 One Connect Box 设计 当电视机座桌摆放时 One Connect Box 可以斜斜地放在电视机的底座后面 如果电视机挂长的话 就可以换一条长小的光纤线 将One Connect Box 变成外置方式 方便大家去插线 方便去连接电脑或者不同的游戏机 这代QN-900C的4个HDMI 都可以输入4K 120Hz的讯号 支援ALLM、HGIG 和AMD FreeSync PMMP 功能 至于Samsung Game Mode 内的Dynamic Black EQ 32.9比例的Super Ultra Wide Game View 和Mini Map Zoom 都有提供 至于智能电视的部分 我也想说一说 因为QN-900C用的是Tyson Smart TV 操作系统 当然会支援Samsung的Smart Things 智能家居系统 可以用手机控制电视 又或者经过电视 去看到家居生活资讯 过往如果我们要将Smart Things 连接其他智能家居装置 其实需要另外买一个Smart Things Hub 的装置 其实今年Samsung已经将这个功能 内置在电视里面 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用家 加入Samsung Smart Things 智能家居世界 而Samsung已经将Smart Things 加入Meta 通用智能家居的标准 其实用QN-900C这部电视 就可以跟其他支援Meta 的智能装置 一起配合使用 之前Samsung首创的太阳能遥控器 本次QN-900C也有用 其实可以取代了即气电池造成的浪费 这个遥控机身 也是用了环保塑膠制造的 遥控器上已经有Netflix Disney Plus Amazon Prime Video的直接按钮 方便大家一按就可以去到 相应串流的影片平台 当然遥控也支援 Samsung Bixby 虚拟助手功能 一代Samsung电视机也支援 Smart Calibration Pro 调色功能 只要利用电话中的 Smart Things 程式 再配合手机镜头 就可以进行操作 调校后的画面更加配合 大家的家居环境和光暗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自己的调色 前面就和大家讲过 Samsung QN-900C的特点和基本表现之后 这一部分就到我们真正去试一试它的画面表现 这一代Samsung QN-900C 8K电视 采用了mini LED和Samsung的量子点技术 官方表示画面亮度其实是到4000Nits 我们就尝试将电视连接电脑 在开看HDR后 就会显示1500Nits的亮度 至于播放的测试影碟方面 从肉眼观察 画面其实真的挺光的 但未至于爆光或刺眼的情况 一些过往被忽略的暗位细节 在高亮度和配合14bit层级处理的情况下 整个测试画面的天空云层变化 都看得相当清楚 和很有层次 黑背景之下的彩色主体轮角 更加突显到立体感 再试一下日常的电影画面 例如很多人都会说 我去用传统LED电视 去看Netflix的 《施战朝鲜亚迅转》 因为画面实在太黑 看得不清楚内容 但用了QN-900C的高亮度画面之下 其实画面不用特别调光很多 暗位都会看得很清楚 而且黑位其实都保持很有力的黑色 QN-900C有超高亮度 到底会不会和早期的 mini LED电视机产品 有一样滲光的问题 其实早两代的mini LED 虽然亮度和Dimming Zone控制上 都比直背照式的LED有明显提升 不过在Dimming Text的情况下 仍然会看到有少少拖眉的情况 不过今次我们在这部机上 试Dimming Text的测试 动态画面的处理就相当出色 画面的光球在移动的时候 都没有明显的烂边或者拖眉的情况 画面边缘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滲光情况 所以就证明了QN-900C 控光和动态画面处理方面 都有很高水准的表现 以往行系电视可能用厌厉 甚至有些夸张的画面 去吸引消费者去选购 但新一代的Samsung智能电视 包括我们今次试这部QN-900C 它的画面表现也是倾向更自然逼真的色彩表现 因为Samsung的量子神经磨络处理器 配合人工智能运算技术 可以将画面终实还原出来 还原制作人员想呈现出的画面 8K电视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可以将4K的信源升频到8K 令画面看出来会更加细致 这部份我们就找了一条示范影片 分别用4K解像度和8K解像度去播放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实这两个信源播放的时候 在QN-900C下面 用了8K的升频画面功能 其实就可以有效地提升画面上的细节 好处的是 就算你用到65吋或75吋 那么大的画面 在正常观看距离的情况之下 都不会觉得有什么松散的感觉 当然近看的话 分别就会更加之大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这部 Samsung旗艦8K电视机 Neo QLED 8K QN-98C 都有相当的了解 也留意到它有什么表现 如果大家今年想升级去8K电视机的话 不妨考虑这部 Neo QLED 8K QN-98C 今次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我是Martin 在下条片跟大家再见